第一個,這個案子已經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它並沒有倉促 光協商的時間 過去這兩三個禮拜 我就在研究室等 所以如果有任何黨團 因為倉促 所以認為今天本來不及出席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遺憾 第二個,它的必要性在哪裡 我們刑法有關內亂外患罪的罪章 跟我們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刑法 它是有矛盾的 所以形成現役軍人 出賣國家 擔任共諜 三審定宴 他可能會被判到無期徒刑 甚至於死刑 可是同樣的行為 甚至於更嚴重的行為 甚至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 像鄭小江這樣子 滲透來到台灣發展組織 他可能只被判一年兩個月 兩年十個月 所以這個洞必須要把它補起來 因為這洞一旦補起來的話 我們的國家安全會有一個很大的疏漏 而過去這40年來 內亂外患罪章一直不能適用在所謂的共諜 是因為裡面有一些憲法國家意識問題 所以本席特別跟 謝謝親民黨團出席 我們周成委員 我跟你報告就是說 在保護國家安全的時候 我不會把這個法 用來做政治表態 所以 我的提案是完全超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刑法 敵人的定義 用敵人的定義 可以去處罰 出賣2300萬人的行為 又不會在內部引起統獨的論變 不管什麼政治主張 我不希望是因為政治主張 在這邊耗損 結果讓我們保護2300萬人安全的法 被耽擱 這第一點 第二點會不會影響到言論自由 什麼自由 這裡面因為有通謀 這裡面有所謂的出賣國家的樣態 然後接下來是刑罰 所以 以一個政治主張 在台灣自發性的發動 它是言論自由 但如果他跟外國敵人 通謀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經過事實證據來認定 他當然要出賣國家的很重的處罰 捷美國一個CIA的華裔探員 因為把美國的秘密 洩漏給中國 美國求行是無期徒刑 可是如果現在在台灣的話 他可能就是一年多兩年多 所以這個漏洞要補起來 而補這個漏洞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保護彼此安全的時候 不要陷入內部政治意識不同的紛爭 所以這已經等很久了 我們希望院長 這個是我們這一屆任期 我們面對最大的威脅 也是最大的挑戰 我們希望 今天如果能夠協商 不能協商的話 我覺得我們沒有時間再去等 再等 因為等到最後 國家都等到沒有了 我們也不用再修法了 所以以上我們跟院長報告 好